主料,鸡胸肉100克,牛肉80克,鸡蛋4个,胡萝卜1根,辅量,盐,米酒,生抽,葱,姜,马铃薯淀粉,香油,海苔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提前把鸡胸肉和牛肉切成小丁,加葱姜,盐,米酒,生抽腌制入味1个小时左右, 用料理棒棒腌制一个小时的两种肉和胡萝卜丁一起打成泥,打好的肉泥就是这样了,如果喜欢味道浓郁一些,可以再加适量香油拌好即可,在腌制肉的时候,可以把杯好的鸡蛋加适量马铃薯淀粉搅拌均匀,平底锅刷少少的油,预热,取一定量搅拌好的盖叶均匀的摊到平底锅上,越薄越好,就是如果肉泥也做好, 就可以开始做美味准了,把浅色一边的鸡蛋饼出来,海苔铺在色深一面上,再把肉泥均匀铺在海苔上,再从一段慢慢向另一端卷起,注意尽量卷尽些,把卷好的美味卷上锅,大火蒸25分钟,注意是沸水上锅了,开锅后,等凉后,切好短,就可以吃了,随吃随切,味道真的香而不腻, 如果喜欢咸口的人可以加些番茄酱,有意象不到的效果,烹饪技巧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